法国药妆店有哪些当地人一定会买的单品 给大家看看药妆店里又便宜又好用的东西 这边药妆店真的是很多 巴黎大街上每100米都得有这么一家大大小小的药妆店 我敢说一到换季 巴黎稍微大点的药妆店都要爆满 因为换季是流感的高发季节 拿药的买保健品的买护肤品的真的要急爆了 法国人从小就有洗鼻子的习惯 在药妆店的婴儿用品专区 肯定能找到各种各样的洗鼻子产品 其中卖的最好的就是这款肌肤雷的鼻滴 这个也是法国百年的老品牌了 法国大大小小的药妆店都能找到它的产品 他们从刚出生的小婴儿就开始每天用这个鼻滴清洗鼻子 因为它是灵天家的深海眼水 所以还可以给宝宝清洗眼睛啊肚脐这样的敏感部位 大一些的孩子和成年人老人用这个肌肤雷鼻喷 平时会在早晚洗脸刷牙的时候也喷一喷清洗鼻子 也可以在鼻子不舒服的时候用 喷雾很细腻喷进去很温和一点都不刺激 干燥敏感的季节每天用个一两次 感觉鼻子很通畅 这一罐每天盆能用两个月呢 两种都买一家老少都能用 法国药妆店里还有很多这种几块钱的便宜又好用的东西 那么来法国啊 逛完老佛爷啊 爱马仕啊 一定别忘了来药妆店来淘一淘啊 便宜好用的护肤品啊 化妆品啊 保健品都在这了 淘到了好东西 别忘了点赞啊 多谢 别忘了点赞啊 别忘了点赞啊